接下来这个故事呢 我们要请您多多的关心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提供协助 这是台中马兰国小六年级的学生 陈冠玲 为了照顾住院的双亲 二十天来呢 几乎都是以医院为家的 他的爸爸颈椎受伤 没有办法工作 他的妈妈洗肾 节肢行动不便 但是他的家里头 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孩 小侄儿都靠他一个人在打理 才13岁的年纪 就要撑起一个家 早熟的冠玲 不敢偷偷 不敢只能偷偷喊泪 不敢让家人知道 已经二十几天了 冠玲上学的时间以外 都待在马街的台东分院 冠玲的爸爸六年前车祸 颈椎受伤 没有办法再工作 申请的低收入互补助 勉强能够维持温饱 但是今年二月 长期洗肾的妈妈又必须要截肢 冠玲二话不说请假 照顾妈妈 十几天都没有上学 不过让我最欣慰就是他这十几天请假 他那一次的那个期中考 考的成绩很好 去年开始 冠玲同父异母的哥哥 又把三岁的小侄儿丢回家里 长期没有喘息空间的冠玲 几乎面临崩溃边缘 就是不想做 就是不会去做 然后又待在旁边休息 爸爸的户井上写着大大的加油 两个字 面对生活压力 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冠玲 或许可以咬着牙 撑起全家 然而有谁能够支持他呢 感谢观看